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虚拟游戏与广告都依赖思维操控 他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有些产品能够让用户上瘾 甚至患上强迫症 让用户对产品难以割舍的神秘力量是什么呢 IR早期是互联网创业者 曾经与斯坦福大学的几位MBA联手创办公司 将广告渗透到在线社交游戏 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虚拟游戏与广告都依赖思维操控 让他非常好奇的是 为什么有些产品能够让用户上瘾 甚至患上强迫症 让用户对产品难以割舍的神秘力量是什么呢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 他开始对上千家公司进行观察评测 研究各类爆品在体验设计和功能上的特质 上瘾这本书正是他的研究成果 上瘾出版之后啊 蝉联美国图书畅销榜20个月 引起了互联网创业者 产品经理和广告创业人员的广泛共鸣 比如创业大师 精益创业的作者埃里克莱斯就说 所有想让自己产品勾住用户的人 都不可不看这本书 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 澳媒广告的副总裁罗里萨斯兰说 这本书是他看过的 关于科技产品设计最有价值的书 上瘾这本书里面 总结了互联网产品 让用户上瘾的四大逻辑 触发 行动 多变的酬赏和投入 如果你想互联网创业 或者想了解互联网爆品背后的秘密 这四大产品逻辑会给你很多启发 我们先来讲一下上瘾这个词 上瘾的意思是 让用户形成使用习惯 每天用经常用 产品因此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如果互联网产品 比如一款APP 不能让用户上瘾 那么即使用户安装使用了 过不了多久 也会毫不留情地卸载 所以能否让用户上瘾 对于互联网产品来说 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 想让用户上瘾 他靠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很少有人 能完全离开移动互联网产品 你可以计算一下 每天刷了多少次朋友圈 多少次微博 头条 只要有空 许多人都会强迫正式地 刷几个APP 一天加起来 几十上百次吧 如果出门忘了带手机 就仿佛掉了活 这是典型的上瘾症状 请问 当你每天频繁使用这些产品时 是出于严密的逻辑 理性的考虑 慎重的选择吗 显然不是 那么使用这些产品 给你带来了具体的经济利益吗 恐怕也不是 查看谁给你点赞 晒自己的精彩人生 和妙语连珠 给别人留言 这些行为 与经济收益 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人们之所以这么做呢 不能从理智的角度去解释 其实啊 窍门在于 这些产品让你上瘾 并非诉诸你的心智 而是诉诸你的情感 满足你的情感需要 手机游戏满足了什么呢 绝大多数人呢 不可能从手游里面 收获任何经济利益 那他们为什么 痴迷于王者荣耀这类游戏呢 因为人类的情感需要 比如 荣誉 成就 地位等等 很难在现实生活中 得到满足 但是 网络世界 却可以低成本的满足 正是这种情感满足 让人 对手游上瘾 到这里 本书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一款产品 想让用户上瘾 它靠的是什么 本书作者认为 它需要辽动 用户的情感 只有能够激发 用户上瘾情绪的产品 才能占领 用户的心智 最终让用户 欲罢不能 开发互联网产品的时候 你不能只与用户的 理性对话 不能只考虑 产品的功能 而要考虑 人性 洞察人性 了解用户 情感需求 满足需求 这样 才能让用户 产生依赖性 才能让用户 养成使用习惯 用户有了使用 你产品的习惯 一切就很简单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 如何制造一款 让用户上瘾的产品 IR和胡福 在书中提出了一个 上瘾模型 其中还有让用户 上瘾的四个产品逻辑 说是产品逻辑 其实也是步骤 四个步骤 环环相扣 让用户一步一步地 走上痴迷之路 四个步骤 分别是触发 行动 愁赏 和投入 其中第一步是 触发 所谓触发呢 就是吸引用户 让他认识你的产品 有使用的欲望 比如通过广告 电子邮件 或者是APP商店里的 产品图标 吸引用户 勾起他的兴趣 那么怎么样 才能触发用户呢 其实啊 每一位用户心里 都有一个触发器 那就是他当下的行为 和情感状态 大白话来讲 每位用户 都有心头之痒 你挠到了 就成功实现触发 为了挠到用户的 需求养点 你要给客户 画一幅像 完整地描述 用户有什么渴望 有什么恐惧 他需要什么 想逃避什么 然后对症下药 这里需要注意 负面情绪的触发效果 往往更强 比如寂寞 恐惧 我们知道啊 Instagram 这款产品 在国外很火 无论是姑娘小伙 还是大叔大妈 有事没事 都爱刷一下 Instagram 为什么呢 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寂寞 想要获得别人的关注 想要跟他人产生链接 这里 寂寞这种负面情绪 就是用户使用 Instagram的 内在触发器 创业者和产品经理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搞清楚 用户在行为与情感层面 存在哪些困扰和软肋 用户期望通过你的产品实现什么目的 他们会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场景下 使用你的产品 什么样的情绪会驱动他们使用你的产品呢 IR建议你连续问这五个问题 直到真正搞清楚用户的需求 总的来说 如果你想让自己的产品与用户的生活挂上钩 你就得站在用户的立场上考虑 如果你搞不清楚用户的需求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办法 Copy 就是模仿 模仿已经成功的产品 模仿和复制 在互联网创业中很常见 比如大家都知道 腾讯QQ并不是原创 它是模仿OICQ 就连腾讯的企鹅logo 也是扣比人家的 OICQ搞清楚了用户交友交流的需求 它成功了 QQ直接复制 同样就触发到用户交流的需求 其他的像是百度 模仿Google 美团是模仿Grupporn 微博是模仿Twitter 淘宝是模仿Ebay 支付宝是模仿PayPal等等 可以说啊 以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互联网产品 都是在复制硅谷 国外也是一样 比如德国有两兄弟 以前在IT类商业杂志当编辑 后来专门copy 德国之外的优秀互联网产品 结果怎么样 全部成功 触发的原理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上瘾这本书中的四种触发类型 第一类是付费型触发 简单说呢 就是付费 让用户关注你的产品 在20世纪初 有一种付费点击广告 这种做法流行了很多年 最初效果非常不错 就是在电脑上 装一个滚动广告条 用户没点击一次其中的广告呢 就会得到积分 这个积分是可以换成钱的 这就是付费型触发 第二类触发是回馈型触发 通过在媒体或者渠道上宣传推荐 引发潜在用户的关注 网络上的事件炒作呀 公众号软文呢 微博段子啊 热点视频等等 都属于这个领域 比如2017年11月 在中国举办的 维多利亚的秘密那一秀中 一名模特在梯台上摔了一跤 这一下子 就让这个秀的搜索点击率暴涨 各大媒体是推波助澜 吸引了许多 原来不关注这个品牌和活动的人 这在无意之中呢 就带来了回馈型触发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种触发 人际型触发 通过熟人之间的相互推荐 从而吸引更多用户 人际型触发可以让用户的数量 急剧增加 其速度与病毒的复制速度相当 因此啊 这类用户增长 又被业界戏称为病毒式增长 20世纪90年代末 国际贸易支付工具 PayPal诞生之后 其用户呈爆发式增长 原因之一就是 人际型触发 因为只要有少数人在网络上 利用PayPal进行资金支付和结算 那么就会带动周围的人 使用PayPal 当有人把钱通过PayPal 转到你的账户时 你也会登陆PayPal进行查看 这样用户就不断地被触发 在国内 也有很多互联网产品 依赖人际型触发 支付宝 最初也是用于网络支付的工具 不过呢 由于二维码的便捷使用 支付宝最近几年 开始大量用于线下购物 随着越来越多的实体店和个人 采用支付宝二维码支付与转账 线下交易 采用支付宝的规模就越来越大 这就是人际型处罚 当顾客拿着手机 在菜市场买菜时 作为菜摊子的老板 你能不开通支付宝吗 日本新加坡的商家 为了吸引和方便中国游客 纷纷放下身段 采用支付宝接收货款 这就是人际型触发的强大力量 现在 巴黎老佛爷百货 也带领法国众多商家 投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怀抱 再比如 Instagram 用户抓拍下一个画面 分享到推特和脸书网络平台 这些图片都经过了Instagram的处理 因此画面更加吸引人 在网络上的其他用户看到之后 被图片所吸引 也就尝试安装使用Instagram这款软件 这也是人际型触发 最后是第四种触发 自主型触发 简单来说 用户愿意持续关注你的产品 比如 用户安装了你的APP 只要他愿意接收信息 你产品的订阅信息 更新通知 就会每天出现在用户的手机上 他高兴呢 就可以翻牌子 成为你每天的习惯性用户 随着用户使用频率增加 你的产品将和用户建立 更加紧密的联系 变得更加必不可少 总结一下 付费型触发 回馈型触发 人际型触发 这三种触发 主要是吸引新用户 自主型触发呢 则是要留住老客户 或者说回头客 关于四种触发 简单来讲就是 给用户指一条路 告诉他 这条路可以解决他的某种问题 满足他的某种需求 这个指示 可能是一条广告 可能是一个网页按钮 如此等等 当然 指示不能太多了 不能说用户有一个问题 你给他七八种解决方案 那你就是在给自己添乱 吃力不讨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个人面临的选择越多 他用于权衡的时间就越长 选项多了 人就迟疑了 犹豫了 甚至变得无从下手 最后就此作罢 所以啊 IR认为给用户主动权 但是不要给他选择权 好了 到这里我们就介绍了 上瘾模型的第一步 触发 触发是吸引用户 让用户注意到你的产品 产生使用的欲望 成功的触发呢 是击中用户行为和情感的需求 触发分为四种 付费型触发 付钱让用户关注 回馈型触发 通过宣传让用户关注 人际型触发 熟人推荐关注 自主型触发 用户愿意持续关注 这就是关于上瘾模型的 第一部分的内容 下面我们讲 上瘾模型的第二步 行动 前面的触发是为了解决动机问题 让用户享用 但是只有触发还不够 我们要的结果是 用户真正使用这款产品 需要用户实实在在的行动 上瘾艺书中 作者引用福格博士的行为模型 来剖析产品与用户行为 根据福格博士的观点 要促成某种行为 触发动机和能力 三者缺一不可 要增加用户使用产品的可能性 触发要显而易见 行为要易于实施 动机要合乎常理 如果触发做得很好 用户有了行动动机 但是行动的门槛太高 太复杂 那么用户可能就一直停在 心动这一步了 比如锤子手机 触发做得很好啊 学了小米 也有独特的路数 但是量产阶段 却问题不断 粉丝们发现 购买和拥有使用 锤子手机的门槛太高 意外抬高了 行动的无形成本 最后销量自然就低于预期了 所以当你开发一款产品 你不仅要让别人享用你的产品 还要降低使用的门槛 让一切简单化 比如很多软件的手机版 为了适应手机的操控特点 界面都会比电脑版简单 再比如 共享单车 不断简化新用户的手续和要求 与互联网巨头合作 提供尽可能多的支付渠道 比如用微信和支付宝支付 免交押金等等 也是为了降低用户使用难度 上瘾这本书提到 有六个因素 会造成用户使用产品的难度 分别是 时间 金钱 体力 脑力 社会偏差 和非常规性 如果你的产品 需要用户花大量时间 大笔金钱 耗费太多体力和脑力 那么用户想要拥有 和使用你的产品 难度自然就很大 如果你的产品 与用户所处环境 格格不入 存在社会偏差 或者你的产品 太不合常规 那也会增加用户的使用难度 所以 在设计产品时 可以从以上六个因素 去考虑 看看哪一个因素 会给用户造成难度 然后清除这个障碍 另外 针对产品开发的过程 上瘾艺书中 还介绍了三步简化法 第一步 了解用户使用产品的原因 第二步 列举出用户使用产品的 必经环节 第三步 在明确所有环节之后 把无关环节全部删除 直至将使用过程简化到极致 比如苹果公司意识到 让自己的手机用户 便捷地拍摄更多照片 具有必要简化拍照步骤 因此 它将相机程序设置为 在锁定的屏幕上 可以直接打开 不需要输入解锁密码 这样一来 iPhone紧屏拍照功能的简单 就可以让用户欲罢不能了 好了 上瘾模型的第二步 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讲 上瘾模型的第三步 愁赏 通过上瘾模型的前两步 触发和行动 用户被你的产品吸引 而且门槛也不高 用户得以上手使用或者体验 这是一个好的开头 但离成功还远 想让用户上瘾 你的产品还需要满足用户的需求 从而激起他们 更强烈地使用欲望 这就是愁赏 愁是酬劳的愁 赏呢 是奖赏的赏 愁赏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社交愁赏 刷朋友圈 批个自拍照 晒一下在米其林餐厅的就餐情况 分享一下 这些就是获得社交愁赏 第二种愁赏呢 是自我愁赏 很多时候 完成任务的强烈渴望 是促使人们继续行动的主要原因 这个过程给人们带来满足感 这就是自我愁赏 手机游戏 不断冲关 升级 就是自我愁赏 竞争性和排名性的活动 都会带来这种愁赏 知乎大牛头衔 芝麻信用分等等 就是自我愁赏的应用 第三种愁赏是猎物愁赏 猎物愁赏出自人类的天性 人类天生就爱追逐金钱 资源和信息 如果你可以提供这些东西 用户就能获得猎物愁赏 比如赌场的老虎机 就是利用奖金这种猎物愁赏 让赌个上瘾 人们为各种标题党牵着鼻子走 追逐各种道听途说的朋友圈消息 推动力就是信息这种猎物愁赏 IR非常强调愁赏的多变性 如果愁赏在预期之中 缺乏多变性 很快就会被玩腻了 比如像农场小镇和偷菜这类游戏 因为惊喜有限 很快失去了吸引力和神秘感 渐渐就销声匿迹了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在推广的初期 就利用了抽赏的多变性 他们为了扩大潜在用户 向使用者提供 数额不等的随机奖券 为什么支付宝和微信 不采用等额奖金呢 因为采用等额奖金的话 如果奖金太低 完全激发不了用户的兴趣 起不到应有的驱动作用 如果奖金太高 用户倒是有兴趣了 但是阿里和腾讯会负担不起 推广不可持续 所以采用多变的随机抽赏 可以使得抽赏具有可持续性 也能够让用户有期待心理 和足够强度的刺激 好了 你成功地让用户采取了行动 使用你的产品 而且用户也获得了多变的抽赏 接下来就可以坐等成功吗 埃亚尔认为 应该乘胜追击 绝不要让用户心满意足地走了 而要他回头再来 这就是趁机加载 下一个触发的时机 他称之为投入 这是上瘾模型的第四步 经济学讲沉默成本 付出去拿不回来的东西 就不用在决策中考虑了 但是 人不是完全理性的 沉默成本会极大的影响人的决策 因此 埃亚尔认为 通过引导用户 进一步采取行动 投入更多 这样会让用户 更珍视你的产品 这也被称之为 宜家效应 你去宜家买回家具 自己动手一个部件 一个螺钉 亲自组装 你投入了劳动 智力 感情 最后组装的成品 在你眼中 自然就比同等品质的其他家具 价值更高 投入阶段呢 也要利用触发 推动用户采取下一个行动 也就是 加载下一个触发 你发了一条朋友圈 晒晒在大宝礁的美好人生 然后 有人留言点赞 这就是一个触发机制 它会触发你回复对方 相互捧场 这里 留言就充当了下一个触发 好了 上瘾模型的第四步 投入 就讲到这里 IR的上瘾模型 就是由上述四个部分构成 触发 行动 多变的筹赏和投入 这个模型 主要用来开发 让用户上瘾的互联网产品 但是 有了四步模型 工作还没有完 我们知道啊 开发一款互联网产品 是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 期间 需要不断分析用户行为 衡量你的产品 是否真的让用户上瘾了 在产品构思 开发 升级的时候 都需要测试和评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上瘾这本书 提出了一套 习惯测试的方法 第一步是问 哪些人是产品的习惯用户 产品被使用的频率越高 形成用户习惯的概率就越大 你要搞清楚 潜在用户对产品的使用频率 这个过程可以利用大数据 也可以利用一般的样本统计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可以看到APP下载排行和评论数 同类的APP可以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做运动APP 那么就参考运动APP的既定情况 然后看一下相关的数据 询问一下周围使用者的频率等等 经过第一步 搞清楚潜在习惯用户之后 第二步是分析用户 使用产品过程的行为 搞清楚产品 能够吸引用户的深层次原因 这个有什么用呢 大多数用户重复出现的行为 表明了一种可识别的用户模式 这个模式是可以利用的 你要找到一个习惯路径 也就是你的活跃用户 共同具有的一种行为 然后想办法利用这种习惯路径 比如 推特在成立初期发现一个习惯路径 新用户关注的其他用户数 一旦达到30个 那么此后继续使用推特的概率 就会大增 30个关注用户是一个临界点 推特知道这个习惯路径之后 总是想方设法 让新用户关注30个其他用户 再比如 中国人过年发红包 是一个共同行为的习惯路径 微信就利用这个习惯路径 在2014年 推出红包功能 当年的高峰期 一分钟有 2.5万个红包被领取 微信红包 瞬间引爆全网 习惯测试的第三步 是改进产品 好的产品 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逐步完善的 有了第二步的反馈 你的注意力 将要重新回到产品上 想办法把反馈 落实到改变中 例如推特 就改变了注册流程 鼓励新用户 立即关注其他用户 以便注册时 就能突破 30个关注数的魔咒 最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上引这本书中 给出了一个四部模型 触发 行动 抽赏 投入 触发是吸引用户 让用户产生 使用产品的动机 行动 重在简化难度 降低用户使用门槛 抽赏 满足用户需求 激发用户 更强烈的欲望 养成使用习惯 投入 则是让用户 进一步行动 加载下一个触发 四个步骤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产品开发逻辑 而在评估和改进产品方面 上引 给出了三部测试的方法 第一步 搞清楚哪些人 是你的习惯用户 第二步 搞清楚这些用户 共同的行为模式 找到习惯路径 第三步 利用反馈 改进产品 上引这本书 介绍的四步模型 三步测试 不但是产品逻辑 也是商业的逻辑 人性的逻辑 每一个与用户 打交道的人 在下一次工作中 都可以尝试 运用这些方法 更好的勾住用户 赢得商业成功 好 上引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精华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进行 再次判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